ok啦 炖了4个小时的牛排骨出锅啦 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欢迎来到我的美食频道 买了一扇牛排骨啊 咱们今天就用慢炖锅 做一个非常简易版的这个慢炖牛排骨啊 好 现在呢 我们先顺着这个骨头缝呢 给它一块一块的切开了啊 切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清水里面啊 给它浸泡个半个小时啊 让它把这个血水出一出 好 现在呢 我们先来配一个这个腌料粉 先来两个teas bone的这个蒜盐 因为你牛排量蛮大的 两个teas bone 然后呢 我很喜欢放这个蒜粉啊 我们呢 来两个teas bone的蒜粉 还有洋葱粉 也多个一点 两个teas bone 这样味道很香啊 这个呢 是我刚才研磨好的这个 差不多两个teas bone的这个黑胡椒 因为牛肉跟这个黑胡椒是很搭的啊 好 我们把它这个粉给它搅拌均匀 好了 它的基本的腌料呢 我就用这么多 就是粉类的啊 如果你喜欢放辣椒面啊 这些都可以的啊 OK啦 你看我们这个牛肉啊 泡了差不多有40分钟啊 你看这血水很多啊 现在呢 我们就把牛肉捞出来控干水 好 现在这个牛肋排我们都已经给它洗干净了啊 稍微拿厨房纸给它吸一吸血水 OK 现在擦干了这个水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牛排骨呢 给它撒上我们刚才这个调好的这个腌料啊 就可以用手这样给它 正反两面啊 都给它抹一层 好了 抹好了腌料以后呢 我们给它腌制20分钟 现在我们把这个慢炖锅准备好啊 下面呢 倒上一些红酒 我们就不用水了 就全用红酒啊 你就反正家里不爱喝的呢 就红酒拿出来用就好了 倒适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短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牛排骨呢 想办法给它能放得下啊 因为这个排骨很大 看看 看看 上面呢 就只有这样了啊 这三块 这还可以塞一块 好 行了 现在我们都给它就这样码进来了 倒上这个BBQ的这个酱啊 我这里呢 放了三小袋的这个BBQ sauce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啊 放多少 最后我们再用一罐鸡汤沿着这个边啊 因为这个汤会很好吃 所以我要汤 如果没有鸡汤 加点清水也可以的 放到这个慢炖锅里面啊 就是我用高火四个小时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慢慢的炖呢 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都可以 炖了四个小时 它已经到了保温状态了 哇 看看这个锅 太香了啊 满屋的都是香味儿 看看一扎就烂了 我用的是四个小时呢 我就是不想炖的太烂了 很棒很棒 好了 不管它 我们就关了火 把那个电源拔掉 然后接着就让它这样自己再焖它一晚上 明天我们再来吃 保证更入味儿啊 OK啦 我们给它泡了一晚上 然后呢 我又再拿一个别的锅来热一下 你看看 烂的都各个脱骨啊 太棒了 行了 多简单啊 现在就可以加上你喜欢的蔬菜 土豆啊 胡萝卜了 先盛出三条来啊 你看看 多烂 随便就脱骨的啊 你看看 哇 一下子就脱骨了啊 太香了 闻着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 OK 好啦 那我们就开吃啦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哦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哟